您在这里守了20年 20年前的时候还是2003年 跟着我一起走遍西藏 大家好 我是格浩 我们现在来到了西藏的错美县 这是我们山南边境之旅的第二站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驻车地 我们就把房车停在了错美县人民医院 斜对面的一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还比较宽敞 那边有卫生间 这里有水龙头 周边还有好几家茶馆 无论是加水还是吃早餐 都是比较方便的 今天格浩就带各位去探访错美县的一座佛塔 肯定有人会说了 西藏遍地都是寺庙和佛塔 但是这座佛塔就很特殊 它建于公元12世纪 也就是距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 是错美县最古老的历史遗存之一 那么同时呢 在这座佛塔里面还发现了西藏的一个第一 那在一座看似普普通通 平平无奇的佛塔里面 到底隐藏有什么秘密呢 那么格浩现在就带大家去探访一番 咱们今天要去探访的这处地方呢 叫做嘎唐磅巴奇古塔 它就位于错美县波嘎村以北219国道的路旁 距离县城只有5公里 开车10分钟就到了 很快啊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那座小小的建筑了吗 那就是咱们今天要探访的嘎唐磅巴奇古塔 这座佛塔最早在1942年的时候 当时英国驻西藏的商务代表 一位殖民官员名叫黎吉生 他就来到错美县专程考察了这座佛塔 并且拍下了老照片 然后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革命运动 就把这座塔的塔坪 以及最顶部的那个塔叉全部都给砍掉了 到了2006年的时候 错美县当地的群众就集资 对这座只剩下一半的残塔进行了修复 意外在这座塔的宝坪里面 发现了一批古代的装造 其中就有一大批是古藏文文献 这批文献的发现就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这是西藏本土第一次发现 吐蕃王朝时期的本教文献 上次发现这种文献 还是一百多年前的1900年 王道使打开了敦煌藏经洞的大门 在里面找到了一批吐蕃时期的本教文献 这就是这座嘎唐蕃旗古塔的首塔人 他就是这座佛塔所在地波卡村当地的一位老人 听他讲 听他讲 现在这座佛塔里面已经没有和尚了 以前这里是有喇叭在这里念经的 那么现在就有几位波卡村当地的村民自愿 来这里守护这座珍贵的古塔 那咱们现在就进大门里面去看一看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刺人迅迅迅 刺人迅迅 嗯 行了吧 哦 应该是如果用咱们汉字来说的话 是刺人穷劫或者刺人窘劫之类的因 嗯 行了吧 您今年有多少岁 有六十岁 有六十岁 哦 您就是祖祖辈辈都在波卡村 波卡村 波卡村 就是您在这个 就是您守这座塔守了多长时间 您在这座塔这里待了多长时间了 当然 这是 罗中尼 这个是什么呢 中尼 罗中尼 三 嗯 中尼 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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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哦 这个是关尼的罗中尼克 罗中尼克吧 哦 这个我们藏 这位老人家 确实是有一些藏语跟汉语一混用 我们就听不太懂了 那么干照这个意思来说是您在这里守了二十年 哦 二十年 二十年前的时候还是2003年 那个时候这座嘎唐巴挖起古塔还没有进行维修了 就是二十年前的时候这座塔上半部分是被铲掉了 被挖掉了 哦 这都是全部呢 哎 哎 嗯 那他们的那个 行的呢 嗯 我都走 红子 哦 这是你们当时一块围修的 哦 行吗 行行 明白了 哈哈哈 给你握个手 好 非常感谢 嗯 关于你扎巴没有了 啊 没有扎巴没有了 没有了 以前有 老头关心你了 哦 老头关心 哦 你们关心这个塔 关于你就可以吧 哦 这个塔里面 呃 06年的时候发现过一批文献是吧 发现过一些就是那个佛经 佛经 佛经在这里面 就是神的 自己去 到了2007年的时候 自治区的文物专家们 就对这个噶塘棒巴奇谷塔里面 发现的这批古藏文文献 进行了仔细认真的筛选 然后最后找出了四本保存比较完整的 其中三篇是有关本教仪轨方面的文书 一篇是本教的一书 遵从错美县当地群众的意愿 自治区的文物专家们 把大部分的古藏文文献全部都重新装葬回了这座塔的塔坪里面 只留下了四篇最珍贵的土宝王朝时期的本教文献 然后把它保存在了西藏自治区的博物馆里 发现的这一本本教的医书 上面就记载了17位完整的藏药的药方 主要都是卸药 它对今天藏医的临床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药方字上面都写得非常详细 高昊印象最深的是它这篇文献里面讲到 说药效最好的是一位名叫卸药王的药丸 制作这款卸药王就需要用到七种藏药的药材 先把它们进行研磨和过筛 然后加入三颗咱们内地产的八豆 把八豆的尾间都去掉之后 然后一起和藏药的药材放进一个木墩子里面 进行锤打和研磨 直到把它磨成碎末 然后再放入一些蜂蜜 用手揉搓 最后搓成黄豆大小的药丸 然后这种卸药王就组织胃痛肿瘤 以及夹状腺肿大等常见的这种疾病 那同时在这篇医书里面 也有很多思想是起源于咱们内地的中医学的 在这篇医书里面记载的《限药药方》 也有很多部分它的原理以及药方的比例配置 以及药物作用等方面 都跟咱们内地东汉时期张忠景写的那个 《伤寒杂病论》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在这款医书里面还记载了 70多种产自外地的药材 可见1000多年前的土伯王朝时期 藏医学也绝对不是一座文化上的孤岛 它跟周边地区的医学有着广泛的交流 它里面就写到说光凭西藏本土的药材 是做不到包治百病的 所以要从印度进口肉蔻 冰箱以及小茴箱等 然后从新疆也就是古时的西域36国 进口高粱浆等药材 所以在20世纪的时候就有一部分西方的学者认为 在西藏本土已经找不到一件土伯王朝时期的本教文献了 想研究它们必须到欧洲去 因为当年文物大道斯坦因和薄熙和 就把敦煌仓经洞里的绝大部分古文献打包带走 带回了欧洲 法国和英国的图书馆 但是中国学者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就一直在各大寺院里面进行文物普查 希望能够找到土伯时期的本教文献 但是找找找 找了四五十年 找了半个世纪 还是没找着 正当大家灰心丧气的时候 2006年在这座嘎唐邦巴奇古塔里面 发现了珍贵的土伯王朝时期的本教文献 一举打破了西藏没有本教 土伯本教文献的这个魔仲 所以当时来这里鉴定的自治区文物所的专家们都非常的激动 其实这件事大家知道让格浩想起什么了吗 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 当时日本搞古建筑的学者们来到中国考察 说中国已经找不到唐朝时期的木结构建筑了 想看唐朝的木构只能到我们日本的奈良 中国学者就很不服气 凭什么日本人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所以咱们中国方面研究古建筑的专家 梁思成先生以及林徽因先生以及众多营造学社的专家们 就跑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终于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 来到山西武台山的深处 找到了原汁原味的纯正的唐代木构 也就是著名的佛光寺 一举打破了日本人的妄言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ider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